繼續是幾個財經的訊息 已經連續好幾天 哀鴻遍野的台股 在今天終於回神了 美股反彈 台股開盤也反彈 最後是收復了 一萬六千點大關 只不過盤中走高 又滑落震盪 大約四百點 分析師說了 最大原因 跟不少人被套牢很有關 另外是鴻海也舉辦了法說會 董事長劉洋偉就證實了 將會在美國這裡設電動車廠 年產量可以來到二十萬台 鴻海法說會亮點不少 第一道菜就是和美國電動車 製造商合作 要在美國設廠開發新車款的計畫 第一個工廠將設置在美國 也將開始調查 其他海外的生產據點 以達成總年產量 二十萬台的目標 鴻海地即每股存益二點零三元 更是六年同期新高 由於外資預期 預計需求會持續到第二季 法說會前 外資提早卡位連二買 早盤就開高 盤中漲幅一度來到百分之一 點九四 而其他電子全職股 像是台積電聯發科 也都領軍漲 帶動台股大盤收復萬六 但是本土疫情升溫 盤中湧現恐慌賣壓 震盪快四百點 鋼鐵航運股多數都連綠 中廠台股漲一百五十六點 收在一萬五千八百二十七點 為什麼最近台股波動那麼大 就是當沖還有所謂的 漲多的多砂多 就是融資的多砂多 我們看到最近三天融資 不斷的快速的減少 那形成了整個多砂多的一個賣壓 有人做當沖接到刀子 有人玩融資 接到券商的連環追腳令 造成最近台股波動劇烈 分析師認為下個禮拜一 禮拜二會是關鍵 是止跌反轉 沖上萬七還是會一泄千里 來到了關鍵時刻 華視新聞羅里運章說明 台北報導